在家到處翻照整理雜物 就怕又有不速之客闖入 在哪裡看到的 在那個廁所後面的門那邊 只是去別人家的時候都會有點緊張 訪客居然是眼鏡蛇 這可讓住戶們好困擾 新竹香山那魯灣部落 是西岸唯一靠海的阿美族部落 夏天時可能會有蛇類出沒 但最近實在是有點太頻繁了 大概個禮拜五吧 到昨天 總共幾隻 九隻 會怕 要給它圍圍圍那個水泥 那個洞嘛 應該是想說是不是從這邊進來 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抓到了九隻眼鏡蛇 不只在戶外還跑進家裡 讓居民住得不安寧 居民懷疑是不是前陣子的大雨 破壞蛇的棲息地 導致他們跑進來 也不經聯想到過去 曾有宗教團體到這裡放生 那已經到 放生 結果那個時候幾年之後 不知道躲到哪裡 幾乎每一家的後面都有了 怎麼處理喔 這個要怎麼處理喔 就只有寵建啊 快一點了 不要一起拖 拖了幾年對不對 我們消防局同仁呢 也到住家的後方呢 來架設這個藍蛇網的一個 來組個蛇類進出 保障主人的住家安全 家裡突然出現這麼多蛇 大家都住得不安心 生怕沒注意到就會被攻擊 也希望相關單位可以趕緊處理 早日恢復原本的生活 TBS新聞城市民藍庭移新竹臺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TV